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政府插手两名在华被依法逮捕的加拿大公民案件 据路透社11月10日报道 加总理特鲁多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9日通话 讨论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 能源 贸易 反黑人种族主义和北约等议题 特鲁多发推称 我们以前就共事过 定义准备好重启合作 应对两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 特鲁多曾与特朗普公开打过嘴仗 而现在 他成了7日首批祝贺拜登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特鲁多办公室还特别强调 美媒认定拜登赢得选举之后 特鲁多是首位与拜登通话的国家领导人 拜登过渡团队则发声明说 拜登向特鲁多的祝贺表示感谢 期待与加拿大就应对新冠疫情 振兴双边经济关系 巩固北约和对抗气候变化展开密切合作 与此同时 特鲁多在推特上自曝声称 他与拜登讨论了加拿大公民康明凯·麦克尔的案件 特鲁多在9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谈起了所谓胁迫外交 宣称 对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 能否继续成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好伙伴一事 相当有信心 两国还想让中方了解他们的现行策略不起效 以及释放两名加拿大人的重要性 而在10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关于特鲁多指责中方任意拘押加拿大公民 称胁迫外交是无效的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表示 中方已多次就有关加拿大公民个案阐明立场 必须指出 搞胁迫外交的帽子扣不到中方头上 有关加公民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 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并起诉 而孟晚舟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 被加方无理拘押超过700天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 美加执法部门涉嫌滥用程序 非法审讯孟晚舟 加方又拒绝向公众披露案件关键证据 这充分暴露了孟晚舟事件的政治本质 加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所作所为 才是任意拘押 发言人重申 我们再次敦促加方正视问题的根本原因 靠掩盖事实误导公众解决不了问题 11月10日 环球邮报发表题为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警告中国的猎狐行动 将加华人社区作为目标的文章 该文无视基本事实 别有用心地对中方开展国际追逃追赃 打击跨国犯罪等进行污蔑抹黑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合作打击包括腐败在内的跨国犯罪 拒绝为犯罪嫌疑人和非法资金提供避罪天堂 是国际社会共识 开展国际追逃追赃 是维护和促进法治的正义事业 近年来 中方先后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合作追回外逃嫌犯 合作中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司法执法惯例 充分尊重他国司法主权开展合作 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得到广泛支持和充分肯定 环球邮报对中国的抹黑根本站不住脚 我们再次奉劝加个别媒体恪守职业道德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不过 加拿大政府对于拜登上台也并非无忧无虑 11月8日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 就对价值115亿美元的 拱新石美加输油管道项目表达了忧心 立场偏好清洁能源的拜登 曾在本次美国大选竞选期间宣称要关闭该项目 对此 商鹏飞告诉媒体 会向拜登阐述美加拱新石输油管道项目的重要性 让他不要取消项目 讽刺的是 该项目在2017年得以获批 还是得益于拥护化石能源的特朗普 据美联社消息 特鲁多与拜登谈话涉及了拱新石项目 但拜登团队罗列二人通话重点的新闻稿中并未提及此事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坚信美国民主党人希望恢复与中国的对话 他认为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曾到访中国 这将是一笔财富 赵普认为 总体上说中美对抗将趋于缓和 这会为两名加拿大人的获释提供一些灵活性 他建议设法让孟晚舟案达成和解而非起诉 这可能促成一个理想的状况 两名加拿大人回到加拿大 孟晚舟回到中国 加拿大城市新闻报道称 赵普在11月6日提出前述观点 但他也认为理想状态不易实现 美国可能在拜登上任后继续坚持引渡孟晚舟 美国政治网站称 不愿透露姓名的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是家中关系的主要参与者 不论谁在白宫都是如此 加拿大政府目前尚不清楚 拜登上台会否导致任何实际政策变化 加官员被告诫 无权公开谈论这一话题 报道称 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 似乎更愿意等待白宫的信号 才能做出对华政策中的关键决定 据英国卫报报道 当地时间10日 英国首相约翰逊致电拜登 成为第二位和拜登通电话的外国领导人 早在9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已经和拜登通过电话 卫报报道称 当天约翰逊发布推文上称 我刚刚和拜登通了电话 祝贺他当选 我期待着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并在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上与他合作 从应对气候变化到促进民主 以及从新冠大流行中复苏重建 报道称 约翰逊和拜登从当天下午4点开始谈话 在有关贸易 北约和民主等话题上进行了对话 对话持续了约25分钟 报道称 拜登的过渡小组说 他感谢英国首相的祝贺 并表示希望加强特殊关系等 拜登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 被看作是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积极变化 澳大利亚新闻网九日称 澳贸易部长博明翰当天表示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能够与世界各国进行积极建设性互动的美国政府 包括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 美国和中国之间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 拜登能帮忙吗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8日以此为题 发表评论文章称 澳中关系正处于危险阶段 拜登更微妙冲突性较小的行事方式 对澳大利亚来说再受欢迎不过 文章称 预计拜登将与志趣相投的国家更好地建立联盟 曾经不愿在中国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的法国德国 可能愿意和拜登合作 这将帮助澳大利亚 但该报9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认为 拜登不会解决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问题 拜登的胜选不会奇迹般地改善堪培拉的困境 多家澳大利亚媒体提到 随着澳大利亚政府本周将在议会提出外交关系法案 澳与中国的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 该法案于8月下旬宣布 将赋予联邦政府广泛的权利 以否决地方各州政府与外国签署的协议 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澳中缔结的姐妹城市关系 澳与外国大学之间的合作研究项目均可能被否决 纽约时报8日称 印度人一直在密切关注美国这场大选 这不是因为拜登搭档哈里斯的印度裔身份 而是因为它可能影响印美关系 在过去几个月中 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部分原因是双方都渴望遏制中国 在拜登执政期间情况将如何改变 这是印度人正在问的大问题 外交政策专家预计 拜登哈里斯团队对印度将变得强硬 拜登的胜利对印中关系意味着什么 多家印度媒体近日都就此做出了解读 印度快报9日称 特朗普政府在印度与中国的边境对峙中 极力呼吁支持印度 新德里希望拜登政府也能采取类似的做法 但美国新政府的措辞可能会有所差别 独立新闻网站The Citizen八日发文认为 尽管拜登领导下的中美竞争可能会继续 但其方向将发生重大变化 拜登强调以外交手段建立全球联盟来平衡中国 这可能无法满足新德里执政精英的誓言 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超越中国 借此与北京进行边界谈判 新德里的强硬派将感到非常失望 文章称 拜登上任后 美国在南亚的介入将回落 印度将在拜登的中国政策中处于边缘地位 新德里的合作是有用的 但不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的优先重点将放在南海 台湾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上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